2022年5月4日,62岁的穆迪因妨碍司法被逮捕 警方进行了调查,随后收到一些献报 之后警方在周三发现了13年未破的悬案 布莱尼失踪案中,布莱尼的遗骨 穆迪有一个酗酒的母亲和暴力的父亲 当他成年时,他从未有机会在幸福的家庭中成长 20年后,穆迪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参军 此时,他已经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已婚男人 但婚姻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穆迪的历史从这一刻发生了非常黑暗的转变 因为此时的他成了警察局里的常客 牵扯着多个大小案件 更可怕的是,穆迪在1983年是一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 尽管他有家庭和孩子 但他还是性侵犯了三名14岁以下儿童而被定罪 他在被关起来之后,只服刑了21年 原定服刑期为42年 他于2004年4月获得假释 狗改不了吃屎 在2008年再一次被捕 但在不久后出狱,在2010年再一次被捕 布兰尼失踪案是发生在2009年 那么在布兰尼失踪的那段时间目的是自由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时间穿回到2009年的那个春天 READY GO! 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个赞,加个订阅,谢谢大家的支持 先给大家看一些布兰尼2009年春假的照片 这是他最后的照片,他正与他的同伴们 在莫塔尔比奇海滩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 这些照片是他突然失踪前的最后几张照片 当年布兰尼的母亲在听到失踪的消息后无比伤心 因为当初他并不同意布兰尼去海滩 但后来布兰尼说是去纽约州的一个朋友家 母亲才同意让他出门 更让人痛苦的是 在这整整13年里 布兰尼的死都没有最确浅的证据 直到今年新的证据突然揭开了这个冰冷案件的谜底 布兰尼生于1991年10月7日 尽管他的父母给了他无尽的关心和爱护 但由于当时他们实在太年轻 在布兰尼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 布兰尼从此跟着母亲生活 而爸爸渐渐淡出了他的生活圈 但没过多久 布兰尼就有了新爸爸 新爸爸对布兰尼非常爱护 但不幸的是 在布兰尼童年的时期 他的右眼出现了持续性的发育不良 经过几次手术始终未能恢复 最终导致右眼失明 尽管他的生活多坎坷 但这些并没有阻碍他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他性格外向热爱足球积极向上 他想成为一名模特 他想来展示无论什么类型的人都有美丽的一面 嗯 对的 这就是布兰尼一个性格开朗 长相甜美 充满爱的女孩子 2008年 他的母亲再一次离婚 此时16岁的他开始了产生对生活厌恶的情绪 成绩开始下降 对母亲开始撒谎 也就在这时他的亲生父亲再一次回到了他的生活圈 带着他散心逛街吃饭等等 这些似乎确实帮助了布兰尼走出了困境 时间来到2009年的春天 孩子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春假和夏天做准备 看见朋友们都将去海滩参加聚会 男朋友也非常的支持 布兰尼确实也非常想去 这就有了前面的一段 他撒谎骗得了母亲的同意便出了门 2009年4月22日 布兰尼在与母亲道别后上了朋友的车 据他朋友后来说 他们沿着湖行驶了几英里之后 就直接南下1300公里到达了海滩 成功到达目的地后 一切都在计划中与朋友的旅行非常愉快 他的新朋友们似乎还是可以 但是那里的女孩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所以他决定留在他的一位男性朋友 彼得的身边 他们白天在沙滩上打排球 晒太阳 晚上就去泡巴和聚会 就这样相处了三天之后 4月25日 小年轻们开始变得脾气暴躁 有些疯狂 布兰尼和他住在一起的女孩 发生了一些小争执 所以当晚8点左右 他决定去彼得入住的酒店冷静一下 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个酒店 但是很近 走路几分钟就到了 再到达彼得酒店后没多久 他收到他的同屋发来的短信 短信是这么说的 请你把你借的东西还给我 那么很显然 他的同屋是有点小气 收到短信后的布兰尼 决定回自己的酒店 当时是8点45分 在一整天里 他始终和他的男朋友John 保持着短信的来往 因为John当时没有去聚会 在回酒店的路上 他也一直和John发着短信 说着一天发生的事情 突然 John在发了一条短信之后 发现布兰尼没有阅读 也没有再回短信 这在热恋中的小情侣来说 是非常不正常的 John也觉得奇怪 于是又发了几条短信 还是没见着回复 他甚至威胁说道 如果你再不回我短信 我就把事情告诉你的妈妈 但是布兰尼始终没有阅读和回复 John尝试着打了布兰尼的电话 但电话竟然是关机状态 此时John隐隐约约 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在12点左右 这距离布兰尼离开彼得的酒店 已经三个多小时 John问了他的同屋 布兰尼有没有回到房间 同屋的回答是没有 那时候John再也坐不住了 赶紧将布兰尼的行程计划 全盘交代给了他的妈妈 母亲在听到John的叙述之后 立即拨打了911 报告了他的女儿失踪 第二天 父母就到达了海滩 与当地警方一起 寻找失踪的17岁少女 他们在废弃的建筑物 垃圾箱 公园的湖泊和沼泽 公交车站 便利店等等 一切有可能的地方都找了遍 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 唯一的线索是 布兰尼的电话 给过两次求救信号 一次是在距离海滩的 10公里左右的冲往海滩 随后信号 以5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移动 这明显 此时的布兰尼是在车上 两个半小时之后 信号第二次 发现在海滩 以南70公里的某个地方 从电话信号来看 他似乎要往南走 但是他是去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往南走 他又是和谁一起走的 警方带着疑问 沿着信号发生过的地方 做了地毯式的搜索 以及将沿线所有已知的性犯罪者 逐个做了调查 但是无果 同年8月 离事件发生 已经过去4个月 当局在乔治敦县的旅馆房间里 调查一名可疑人员 雷梦德 但遗憾的是 始终没有证据表明 他就是布兰尼的凶手 最终案件还是被搁置了 布兰尼就好像消失了一样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布兰尼的家长和负责案件的警官 从未放弃搜索 事件发生后的第七年 为了方便寻找女儿 母亲独自搬到了海滩附近 2016年的6月 一条线索终于浮出水面 尽管这并不是每个人所期待的 线索来自一个叫塔可布朗的 他是一名正在服刑的囚犯 他说监狱里有一名 因抢劫而入狱的狱友肖恩 肖恩性侵并杀害了布兰尼 因为囚犯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该听进去 但是塔可布朗确实给出了一个 确切的地址 这里布兰尼手机最后发出信号的地方 只相差几公里 在肖恩被问话的时候 他全盘否认了杀害布兰尼的事实 甚至说他都不认识布兰尼 整整一年的时间搜索最后五果 分散了警方的注意力 与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 时间又过去了三年 来到2019年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十年 布兰尼的案件 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作为家人 母亲和朋友都非常想知道 布兰尼到底在哪里 所以他们依旧没有放弃 对布兰尼的搜索 三年又三年 时间来到了今年2022年 母亲已经年老 渐渐的习惯了没有她的生活 也慢慢的对找到布兰尼 失去了信心 但往往 失望的时候总会带来另一种希望 2022年5月4日 布兰尼的案件 突然有了很大的突破 这就是我们视频一开头所说的目的 可能是她厌倦了 进出牢狱的生活 也可能是人到了晚年 总得为下辈子积点得 在目的这次被捕后 她供认了当年侵犯 并杀害布兰尼的全部事实 时间再一次回到13年前 布兰尼失踪的那天 当时布兰尼走路回到她的酒店 穆迪强行绑架了她 不幸的是 当时没有监控以及目击者 随后 穆迪开车将她带到一个秘密的地点 对她进行了侵犯 并在第二天将她勒死 她将她的尸体埋在乔治登 她的家附近的林地里 这正是布兰尼手机第二次发出信号 也是最后一次发出信号的地方 警方根据穆迪的线索 在地下1.2米左右的地方挖出了布兰尼的遗海 她的头骨和几块剩余的骨头 到这里布兰尼的失踪案就结束了 整整经过了13年的等待 在穆迪的消息被传开后 有更多的受害者站了出来 其中 加利哈丁 他分享了与这个邪恶怪物的经历 当时加利只有8岁 他正在小公园独自玩耍 穆迪袭击并绑架了他 当时他觉得他可能永远在看不到他自己的家人 但是他的信念告诉他要坚持的活着 加利并没有讲出具体事情发生的过程 但他讲述了如何逃脱的过程 几天后他得到穆迪的同意 可以下车去后备箱拿水 当他看到有一对正在散步的情侣 他想都没想就大叫救命 被拼命往情侣的方向跑 当穆迪反应过来的时候 以为时已晚只能自己先溜走了 当人们在监狱里问穆迪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穆迪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了这些 但是我在采取行动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冲动和想法 我觉得他在我心中积聚 使我无法控制 在这之后他变得容易了 他让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2022年10月20日 穆迪的最终审判结果为 终身监禁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个订阅 如果你对视频有什么想法 或者对频道有什么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